大家好,今天A股市三大利好齐发,外资狂买147个亿,户指上涨将近一个点 那都有哪三大利好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美元指数大跌,离岸在岸人民币双双升破6.94 近期压制A股上涨的因素之一就是人民币的持续贬值 9月6日,央行降低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两个百分点,当天A股就上涨 但是这几天,人民币并没有看到政策的效果 甚至人民币汇率进一步的贬值,一度濒临破7 那么政策会有一定的滞后,现在效果来了 今天离岸在人民币双双上涨,那么人民币升值肯定是利好股市的 第二,CPI数据回落利好股市 今天刚刚出炉的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5% 而7月份CPI同比上涨2.7%,比上个月回落了0.2个百分点 国外通胀都到了两位数了 就在全球各国被通胀逼得焦头烂额的时候 我国的CPI竟然还回落了,真的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那为什么说CPI回落对股市是利好呢 CPI回落一定程度上代表经济有点不景气 一方面,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必然会加大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力度 甚至会出台更有利的措施 另一方面,降准降息会增加流动性,刺激通胀上行 我国央行将今年CPI的目标控制在3%之内 控制通胀,让位与经济复苏,是允许一定幅度的通胀存在的 而目前通胀只有2.5% 这就给后期的降准降息留下了更大的空间 所以说,提振经济措施加码,降准降息 这些对于股市自然都是大利好 第三,外资疯狂扫货 今天上午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外资就狂买了60多个亿 全天买入147个亿 今天这个买入规模是近期比较罕见的 有点反常 我估计是外资一看全球都通胀,中国这边风景多好 而且人民币又开始升值,赶快抢吧 总之,CPI回落,通胀下行,有利于降息等货币政策空间的拓展 也有利于人民币资产估值的提升 这是今天导致A股上涨的主要原因 我们看一下大盘的走势,它发生了什么变化 咱们昨天说的小概率事件竟然真的出现了 昨天咱们还说主力资金借着抛压减轻 来一根大阳线 营造一下节日的气氛 让大家都乐呵乐呵 过节的时候也能够崇敬一下节后的美好行情 那么这是我昨天画的图 这是今天的走势图 是不是差不多呀 本来是小概率事件 今天让这三大利好齐发 美梦成真了一半 那为什么说是一半呢 因为我要说的是先别高兴的太早哟 第一,昨天我画的图是要突破六十均线的 今天虽然是阳线 但是六十均线最终还是没有突破 第二,主线依然不明了 今天的房地产家居这些板块难堪大任 而且后期经济再要靠房地产的刺激 那无异于是饮鸩止渴 第三,目前两市的成交量 依然维持在七千亿多的一个水平 所以说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后期要想众人失柴火焰高 主力在节后还得再加把劲啊 最后呢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月圆、家圆、肚子圆、全包圆、和家团圆